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2号 星期二 中国不是前两天公布了一个美国攻勋间谍的光辉世纪 英国现在对应的 对应中国也公布了一个中共间谍的身份 来回应中共高调抓捕西方间谍 双方都要做出来一种 就是说你一派间谍来了 你侵犯我 你这一种对我的入侵 你再伤害我 要做成把自己摆成一种 就是说我是被害者 我受到迫害了 是你在欺负 都做出了这么一种感受来 英国间谍也是 中国间谍是不如5月份抓的 抓完之后最近才刚公布出来 英国间谍是3月份抓的 到现在才把名字身份什么都公布出来 也就是反正对中国进行一个回应 不要说好像都是我们派间谍去你那 你也派间谍来我们这 反正互相就在这指责对方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人英国抓到间谍叫克里斯卡什 他28岁曾任中国研究小组的主任 是英国下一件外交委员会主席 爱丽西亚科恩斯顾仲他 来担任研究研的 与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图根哈特关系很密切 这个Cash曾经到杭州的一所国际学校 教了两年的英语文学 好像据说在那个时候 就跟中国产生一些联系 那他其实上他公开来讲曾经在多个领域公开批评中国 这开始现在也不承认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中国间谍 他说我经常批评中国 对吧 但我想英国抓到的话 肯定是有一些证据的 好吧 他每两个月在议会附近的一家酒吧 为白厅对中国感性的年轻人组织一次的酒会 就是国会里边对中国感性的年轻人举行一次酒会 这一个定期的活动被称为叫维斯敏斯特中国政策的酒会 深受一些年轻的公务员 政治助理 记者和智库工作人员的欢迎 一位参加过这些活动人说 那里有一些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香港人 香港年轻人 还有很多对中国感性的年轻人 参加者包括年轻的保守党的研究人员 初级的公务员和美国智库的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 反正都大家着急来就聊一些中国问题 那他三月份抓了之后 一直以因为就是说涉及国家安全 他一直保密 对外根本就没有说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中国现在高调宣布一个美国工薪间谍 英国现在也宣布出来 整个英国国会议会整个就炸锅了 说怎么能这样 说你三月份抓捕的 只通知了一些重要的大臣 知道深夜人其他都不知道 直到现在才公布 很多的议员都有蒙带鼓里 现在感到的异常愤怒 从受中国制裁的前保罗党领袖 伊恩邓肯史密斯爵斯说 他说这个人代表中国政府 在英国的议会里边 在英国一个最高的决策和敏感信息 传递的地方从事间谍活动 公布他的姓名至关重要 因为许多与此人接触过的人都不知道 他是因为涉嫌间谍罪而被捕的 这涉及到公共利益 你们怎么能到现在才跟我们说 对不对 现在中国高调公布了间谍了 然后你们相对应了 才来说 你们早点应该跟我们说 另一位受到中国制裁的保罗党的议员说 说我完全震惊了 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被告知此事 就说你哪怕不对公众公布的话 你要对议员说一下 对不对 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这种支持 所有被制裁的议员都应该被告知 被中国制裁的议员 你都应该告我们一下 议会中还有很多人在针对我们 对不对 其实反正就是这帮议员 就是趁机的瞎闹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 你看他28岁 级别也不是很高 能干了啥 对不对 你想大学毕业之后 他还读了个研究生 他们在英国先大学毕业 然后去中国 教了两年书 回了英国又开始读 又干员 所以算22岁 大学毕业 到中国干两年 24岁 又读了两年 研究生26岁 也就是说进了议会 一共也工作也就两年的时间 对吧 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英国一直就没有说这事 等到中国出来之后才来 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互相指责 就跟中国一起互相指责 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受害者 一个受迫害的 就觉得他们都派间谍来刺探我的东西 就这么个意思 我相信到这里没有完 后面双方还会 双方现在全民抓间谍 我相信美国英国加拿大加拿大 不也在抓中央间谍 澳大利亚都在抓 我想后面会越来越多的 会有各种各样的间谍出来 你说这些间谍 你像这个间谍 他这间一共就28岁 对不对 从初春开始干 已经干了28年 中国抓那个已经78岁了 说干了30年的间谍了 其实这里边就说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说中国抓了工薪间谍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30年 对不对 你说中国现在才知道呢 对吧 恐怕都知道 恐怕知道很久了 只不过 对吧 所以 我相信现在来讲 也有中国知道的 在美国和英国和威尔联盟 在中国派这个间谍 中国知道的 只不过还没有收网而已 对吧 只不过 就是说大家互相 你也有 我也有 大家心照不宣 不想把事情做那么绝 不想把氛围搞得那么的僵 我想也就只是如此 但是朝着这样下去 双方越来越激烈 我想越来越多的人 会纷纷的落网 这些人怎么说呢 你说他 不过他好吧 还78岁 对吧 判了个终身监禁 反正他也都这岁数了 对不对 我估计他这进去之后 连气带伤心 我估计 恐怕也没几年了 是吧 也就是估计是死在中国监狱里了 我估计他一时半会也出不来 是吧 我估计可能就在里边 做到死了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说现在有300多个美国人在中国坐牢 具体这里边就涉及到什么情况 说不好 但是反正美国在谈 据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在谈 要换球 互相换一下 美国不有一个华尔街日报 一个记者在俄罗斯 想他去交换 美国现在跟伊朗也在换球 我不知道这些间谍们 会不会到时候大家考虑一下 也互相进行一个交换 我觉得双方作战 大家都各备其主 就跟士兵打仗一样 对不对 这里边你很难说对错 他就是一个士兵 他接受命令 对吧 被抓了之后 双方就换球 对不对 这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正常现象 对吧 那个时候你看孟晚舟抓了 中国抓了两个Michael 对吧 后来拿孟晚舟换了两个Michael 大家互相换一下就完了 我觉得 我是觉得他们最好 能够最后进行一个交换 那毕竟你看梁寿成78岁了 你说难道真的让他这么大岁数 就死在监禁里吗 不得善终吧 对吧 好吧 那这些影片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